老吴带着机器人去长沙去深圳 参加创造发明比赛 得过好几个第一名 其中有些对手还是专门的科研单位的 农民老吴的发明 怎么会折腾出这么大的动静呢 因为我是做了用的东西 像是很普通的铁丝啊 铁丝啊什么铁片子啊 就是很不起眼 就是垃圾堆里的东西 在我不靠软件的情况下 我能让它实现人的动作 我做的机器人 在当初纯属就是暗号 就是兴趣 因为那会儿你知道我 我就想把我的想法能变成现实 我能想它能让它存回现实 知道吧 因为就是说 我在我就说每做成功 就是说这机器人 试验成功在泥沙那 那心里边就是那种满足感 有一种成就感 由于整天古的机器人 无欲入的装量活 做的可不怎么样 有一次还弄着了火 把家里的房子烧了个金光 把他媳妇气得 只想跟他离婚 他说离婚 我给你做一个机器人 伺候你 因为你就是挺辛苦的 说因为咱们又没钱 买不起 雇不起保姆 我给你做一个保姆 我老伺候你 有的时候一累了一烦了 不爱刷碗了 然后呢也过来 你别干了 那挺辛苦的 你歇会吧 那机器人给你刷吧 然后那机器人就好歹的 反正就是失忆性的 哐哐哐给你刷 一个一个的给你刷 以后滴了一边 刷以后滴了一个的 然后就是觉得也是 虽说我再刷一次吧 也觉得心里都挺快的 就是这样 这些年经常听周围的人说 自己不够幸福 因为房子不够大 赚的不够多 活的不够好 不过看看我们今天 讲的这些故事 你看他们都特别 会在平凡的生活中寻找